我是變手以及觀眾朋友們 大家下午好 歡迎大家來到有兵體國際大學所舉辦的聚音樂出賽現場 我是本場比賽大會一次以李明珊 在我身後來操作本場比賽的季次元 加完已經被進入了 在比賽開始前 我自己請停在場和變手以及觀眾朋友們 在日本的手機調查第一模式 以免贏能參與這個組織 謝謝工作 現在讓我為大家介紹今天的雙方變手 在我的左邊的是雙方變手 王三 而在我的左邊的是雙方變手 劉文雙 接下來三個來操作本場比賽 到普攻高的上面的李老師 他們特別是大家熟悉的 彭子恩老師 林立特老師 還有李契隆老師 本場比賽中 雙方的立場圍面對眼王婆婆 情不應該強硬 而雙方的立場圍面對眼王婆婆 雙方的立場圍面對眼王婆婆 相信大家都了解 本能賽制 這次你不停雙方變手 但會將在兩倍變手前進時間發炎 正在半身咬時 加了一次 而在發炎時間完畢後 才會兩次 一手繼續停止發炎 先讓我宣布 本場比賽是開始 首先 我們能進行開箭進入環節 先有正方的場式觀點 時間為兩分鐘尤其正方 謝謝主持人大家好 野蠻婆婆是一個滿恨的存在 它會被描述為拒絕獎禮 極端的自以為是 子動人士傷害 如終生有的一種生物 不管是從生理或心理場面 野蠻婆婆都會造成 媳婦幾大的傷害 面對這種傷害 媳婦應該採取強硬 或蠕蠢的態度 就要看哪種態度能把傷害解到最低 我們鼓勵媳婦採取堅決的態度 來面對野蠻婆婆 原因不二 第一 唯有採取強硬態度 任後才有可能使用軟硬監視的手段 倘若媳婦一開始就蠕蠢通話 你蠕蠢不會去思考本身做法的問題 他將繼續任意化為 一等習慣了整個蠕蠢 你將會變得毫無退路 你任後的套蠢完全會起任何的作用 因為他會把你重新的蠕蠢 用來當作介入 指責你變得動人中長 把你弄到你下半上 唐伯一開始就表明態度 就會有機會讓他把私製造一個翻身的機會 竟然任何的女婆婆俯瞰 反而會讓你婆婆覺得 媳婦長進了更欣然接受你的態度 就毫明一些婆婆不願意跟從正確的女兒觀念 導致寶寶或早使用婦女事故 導致食物或人 唐伯媳婦一開始就服從你錯誤的女兒觀 那你用心想感受婆婆 就難受加難了 第二 不採取強硬態度 對方有變本加厲之憂 民間一句老話 絕不像惡勢力低頭 原因就在於 一旦將惡勢力認輸 他們就會似乎其他人向你扶過來 同樣的道理 野蠻是沒有實現的 若不及時阻止人業 變本加厲之前將無限活大 採用服從的態度 只會中文婆婆 很大可能讓她越發人士 中國英文婆婆一開始是看媳婦的事業 經常婆婆們誤罵媳婦是不已經搶走自己的兒子 媳婦的訴訟讓事情越發嚴重 到最後竟然懷疑媳婦女婆婆的一腿 不過媳婦一開始就與婆婆表達 該之痛已經嚴重傷害到她的人生 謠言也能及時被制止 對媳婦的傷害也不會去到這麼大 最終當時說 各位面對野蠻婆婆 媳婦應該強硬 謝謝 謝謝 感謝陳昌 接下來我們要報告 第一次 我們要示範兩分鐘 有請 各位好 其實對方的野蠻婆婆 因為她把野蠻婆婆看出一種 各位好 今天我要探討的是 我方堅決蠻婆婆有兩種 第一種是對方屬於成片折磨西部 是每天對她的要讓人家 她這裡做過那裡做過 要出過一個 第二種是我方 她讓人家有時候被打到很有麻煩果 只是她平時很柔柔 但是她被打到某種特別的事情 她打到很不利 很生氣 她才打到很不利 所以這樣不錯也蠻突破 好 因為野蠻婆婆婆 跟西部的價值觀是有錯 她這個野蠻婆婆婆 故意比較大那個西部 就一直人間交代 因為她們認為這個 她們認為這個思想化 就是她們的死磨疾患 或者是在雙口概念上 她們會彼此引起一些矛盾 她們最常常被喘吵 才會吵架 所以導致整個關係變成很不好 所以我忘記了 其實到底要做什麼 是屠宗 她是強硬的 我問妳說為什麼是屠宗 我不是我們知道這個西部 打從她第一天來 來到這個家門 她看得很薄 如果今天她有一個婆婆婆匍野蠻 沒有側做癮蠻 確實是對她很不好 可是她為什麼 因為她選擇去服從她 可以有沒有發現到 如果妳是對這個長期野蠻 婆婆就每天折磨妳了 其實妳要做什麼 我們不該做的服從 妳不該做信仗 妳要做什麼 離開她 減少跟她相處和她的交流 這樣 才會在短時間裡面 你減少跟她相處之後 就變得變得一個合併 因為妳沒有跟她的交流 妳沒有跟她的交談 所以我请问一下,在有时会野蛮的工作,我们要不要做的是什么? 媳妇一定要做的就是,要去了解她的要求,慢慢去处理两个彼此的问题 就是跟你跟你好朋友吵架,就像今天我不可能,我们都讲的好朋友好 但是我们今天,如果发现我跟她吵架越来越大声的时候,所以反正我们俩人处理不到任何的问题 因为我在讲我自己的套话,她在讲她自己的那一套话,所以两者真是真是越来越大声,别人会认为我更加越素质 就好像媳妇一样,别人就会觉得是隐瞒媳妇,别人就会觉得你没有教教,没有孝顺,不存在你的家伙 所以我告诉各位,这些媳妇应该要顺从,顺从很多种方法 我对她会说,我们有的顺从是在硬状的方式,可是我告诉各位,顺从有很多的方法 她可以不停听她的劝道,但也可以用自己更理解她的方式,来去跟她达到很好的情绪 谢谢 谢谢,好,请接着这样的婆婆,正好帅先发言 谢谢两分钟 谢谢 所以这方面就是我们说,今天她觉得她的婆婆跟这个媳妇 其实她们只是程度上,她们只是观念不同 可是今天我们要讨论,今天是野蛮婆婆,而不只是观念不同 观念不同,可能是今天婆婆有这样的观念 或者是媳妇这样子的观念,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接受每个人的观念都不同 可是今天我们要讨论是野蛮婆婆,就好像今天婆婆她坚持自己错误的东西 比如讲她过早要给宝宝种,过早给她种,物体实会导致到食物敏感这种问题 这种才是野蛮婆婆,这种才是我们要讨论的东西 所以今天她坚持错误的东西,甚至是野蛮的东西 其实是错了,你要从野蛮改到不野蛮 所以我们再来看,对方告诉我们说,今天她的其实服从是只是 仅仅如果今天她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 她觉得应该要离开家里,不要减少交谈 应该是,总之是避开是对的 可是今天她没有在认证她的一场 你今天做的离开,你今天做的什么减少交谈 那你就补充她,OK,你顺从这种之后 这都开始联邦拉肚子,最近帮的离开都没有在认证另一方的一场 所以往下,你告诉我说,今天要了解这种种种的恶 了解这种种种的要求,了解这种种的情况 然后明白,对就是要要求要恶,对就是要了解 从一开始,你要了解这个事情,为什么她今天这么做 比如讲,为什么今天这个火花要兼职她这样子的观念 甚至为什么火花今天要指控你,无论的指控你 你要了解后,了解了这事情,其实这种事情就是人严 因为她真是不讲道理的,你今天明明没有做这些事情 你老婆还要硬硬强消这种罪名在你的身上的手 你了解过这种视野,之前到最后,你帮她采取的态度 还是抢硬,因为你要告诉她今天,你不可以忽然地去指控我 甚至是你今天不可以忽然地坚持你这种错误的观念 因为这样子不单只是,你对你媳妇本身的指控自己 甚至是你会影响到你自己周围的家人 甚至你的宝宝,甚至你老公的这种情况 你不可以忽然地坚持你了 你不可以忽然地坚持你了 谢谢郑芳,接下来有什么方法 你不可以忽然地坚持你了 你不可以忽然地坚持你了 谢谢,我方所谓的今天要论证顺从 其实我方真正顺从地坚持你減少撑撞 所以这会怎么说,长期野蛮中火 因为她被沉边疹我 所以我喜欢选择要去离开 我不去触碰她 所以如果今天我到这里谈的是有时候野蛮,情况都不同了 我怎么讲,有时候野蛮,平时很多队友在你打到她要求 她会有很多很多队友说 因为你这样做得很好 你这样做得很好 但是她一直都不忽然生气 因为做得不足够好 所以在请问对方,为什么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西瓜选择去顺从她 去了解她的要求的情况当下 我明白她要讲什么 我去做她要做的东西 这种慢慢谈检慢慢和平的情况下 至少减少点错误 不像对方 她对方今天如何 她对方一样 不管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 对方都要以硬撞的方式来跟她对抗 请问这个状态真的很好吗 我仔细想一想 如果你扯添边做的方法 跟你的家伙对抗 会让你的水 你的老公 你所有的家人 每一个人都不一定你这个关系感到很难 感到很复杂 如果你不停在吵架 不停在对抗 请问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你赢吗 这个真正结果不是 真正的结果是什么 每一个人都会感到很复杂 因为你这个吵架 大家如果还是有变好 或者更加不会加好关系 也不能用在你身上来讲 所以我还告诉各位 如果你坚持要硬撞她的话 照着我们两块俱伤 两块俱伤的结果是什么 那她离开你也离开 然后什么话也没有 就这样子走掉 所以我还告诉各位 西部对她 可能对方讲的这种硬撞的概念 对她来说很有意思 可是我们发现到什么 就算今天之前的家伙 我还告诉你今天太难充气 你心里讲东边的错 是西面东方 是东边的事情 你又不要讲出来 为什么 因为你讲出来 那讲一句你就讲一句 根本到处的结果 还是在讲话 还是你跟你好 不愿意想好不好 可是你都好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的人一直在整吵 你硬撞她 你不要让我 我是我不对 是我的错法 对不起 是我的讲法 好对 你的讲法是错的 所以看到吗 如果你去慢慢顺从你的朋友 就要像你顺从你的家伙 去帮我 爬在短时间里面 去帮她 讲其他这个情况 长鞋也忙碌 我就不爬 知道这个很不错 才是应该可以选择一带 因为我们没有说 这个长鞋更加严重 什么 两半就像是不一半 不是很结果 谢谢唐方 第一个理论及普论环节 接下来将会是 精彩的供电短节 供电短节 供电短节不够十分钟 双方非常不再往两分钟 先由正常关注公司 有求双方 好对方强请问你 如果一个人 有时候诚实 有时候所谎 他是诚实人 不所谎的 我正要解释一下 我往下的一个问题 代表 请问你 今天他们两者的观念 不同的情况下 为什么你不管是 在短时间 严蠻 还是长期严蠻之下 为什么你要 对方说 所以我们才要表达说 今天 你看有一个人 如果他是有时候 诚实有时候 我们不会说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所以我们才说 今天那个野蛮婆婆 为什么会被冠上野蛮婆婆 就是因为他一直以来 都是野蛮 他不是好像有时候 有时候不野蛮 有时候野蛮 所以我们讲 长期野蛮 我们都要讨论 那我想请问你 如果今天你讲的服从 那如果一个婆婆 他俏恩 他野蛮的要求 自己的媳妇 辞职 然后再加带孩子 你的服从要怎样去解决 如果孩子是给你这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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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做到的是什么 难道你依然不敢讲 我拒绝你的要求 我这个很能 用很能就常说 我都要去处理这个问题吗 可是你要做的是什么 你可以理解他 也可以讲自己的意见 而是你用了不实践 或者用我硬照的方法 对 对啊 讲出自己的意见 这个东西不是抢疾 我方的抢疑不查 所以你帮手 我真的是要去跟他打架了 我们也是可以站在这个合避的角度 跟他讲表明自己的态度 这个东西就是我方的所谓的响应 那我想请问 你方说顺从到底是 你方说服从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没有解决 错 你那个就是慢慢跟他理解 你慢慢跟他讨论 他讨论要顺从他 因为有很多人就跟他讲 这个应该是 这个就是你要这样做才对 这个顺从的话 我们要不要够帮帮子 我现在先谈到 谈到另外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感觉 为什么你觉得 我们两个要讨论 在两个讨论的情况底下 为什么我今天 对这个两半居上 因为你家的副长 为什么你选择他 还要去跟他说 你是对的他 他才是错的 所以我有点妇闷 比如讲 如果您放了毒虫 比如讲 他真的是要要求 他自己的媳妇辞职 在家带孩子 如果您放了毒虫 你会怎样毒虫 我没有求会怎样毒虫 我就想告诉你 如果媳妇真的 遇到这个问题 他也不应该让他成天上号 如果你想想 如果你是有一个媳妇 你还要去带人家里面 你想要让他讨论 你想要他理解 对 对 所以你看 从头到尾 对方都没有在认证他的补充 到底是怎么样 如果您放了补充 就按照常理来讲 应该是 今天这个婆婆要求 这个体肤实质在家带孩子 您放了补充 就是 OK 你今天真的是实质在家带孩子 可是对方一直在告诉我们 今天OK 你不要硬硬硬硬 然后你去离家之手 这个是减少 这个东西叫 这种整体叫避抬 也不是叫补充 你有在认证里面 我们两个人可以一起谈 可是我谈的名方就是什么 比方就是你在长时间他都对你这么野蛮了 短时间他也会对你不野蛮 所以两者的情况如果你懂了 怎么去了解他的状况在哪里 怎么去理解他的脾气 怎么去说服他 怎么去让他明白你直接说 为什么你不要选择我们要选择主 强热心的硬撞他 这告诉我你才是对的 你看啊 你一直在所谓的这种婆婆 是有时候野蛮 有时候不野蛮 那到底他是不是一个野蛮婆婆 他可以分为两种 我们没有说他到底是野蛮婆婆 所以我讲告诉你 如果短时间你练 我减少一点硬撞 减少一点 那去不去 不是那个方法 所以你总是觉得今天短时间 你的力量 你减少一点 然后最后还是减少一点 破壮的话 他就会从野蛮婆婆婆 突然间会变成不野蛮婆婆 女方妮方是要表达她 婆婆都想要表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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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她其实才能够到很难 她就是她的状况 OK 不好意思 会有人每天她为了要吵架 而就生活在这个家庭里面 所以呢 请问你 为什么今天 为什么今天 为什么今天这个家庭 跟我们的关系 打到很复杂的时候 为什么你觉得 不管是长期也马 是短期也马 都觉得这个吵架 是最好的解采 所以对方明白了 所以妮方所说的 今天毕卡已经离家出手 就会把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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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 学习到 什么东西才是正确的 那请问你 如果你今天做的是 比达她的 野蛮的狗婆 怎么样 突然间意识到 我今天做的事情 都是错 就像你妈讲的 长期野蛮也好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你长期野蛮 你不可能 你一起野蛮 变成你也是野蛮 所以你这样做的话 然后当 them 都感觉到外去消 Jobs 所以我们在统结 因为长期野蛮 到外去消失 你不应该自己给 你有什么野蛮的欺慕 你自己也会受到伤害的养 所以不然是长期 长期野蛮呢好 短期也蛮好 对方妮方 根本就没有再认真的 你的补充 到底是者量去解决这种野蛮的事情 对方一直会告诉我 今天你应该接小聊 他应该接小聊 还是否定是不要留了碰怨 这种东西 不会直接去解决这件事情 其实我讲今天 他会直接是告诉我 他是对于 谢谢 我們帶來的競賽局的公辨環節 接下來是總結是不是環節 金融房伴開始總結 是因為兩分中有期 其實政府我們必須自己改變 但是家庭想怎樣改變 我才告訴各位醫師 最後一天其實很懷疑我的 這個服務很多 所以我才知道是會靠的 我們真的服從是什麼 服從他可以有很多的 他可以是他自己提供的 這樣一個不一樣的能力 他可以做 另外一種是什麼 他用理解他的方式 而且你擺的能力 你是在尊重他 這種概念我們在說 他是真正的服從他 你們有個什麼機會 我說他是你真正的服從 這個狀態嗎 那我告訴各位 我們兩個時候不談好了 現在那個意思是我的長期 那個什麼哪一種的 我忘記什麼意思 就是兩個 兩個一起談好了 短期是怎樣的 短期就是他有時候會 因為你做了不足共產 還要做你給嗎 像他們這個呢 你跟他發生這種 另外孩子要上 補充那位孩子 要上補充那位孩子 要上補充那位 他才會滿意 所以看到嗎 在這種情況下 你拿到說 我補充那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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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繼續我硬撞的方式 這樣去對待我的家公 不可能吧 他會覺得我很不尊重他 他會覺得我這個沒有亮亮 他會覺得我這個沒有亮亮 不止看別人 你會覺得我沒有家教 所以結果沒有回答到 這個方面的問題 為什麼你不去 你只為欺負著想 你沒有整個家庭造想 你沒有一個妥協 直接兩個關係造想 對不對 從來往下 我們再看到 真正的服從應該要做的是什麼 你服從他 就在你的服從 你們是 你明明是新來的 但 新化是 第一次就講的 一個壞的 你是新來的 你當然了解到 這個好像對你很野蠻 可是 你發現到 你用你的不大大的實驗 去管他去理解他 去理解他 你野蠻在哪裡 去理解他 到底為什麼對你很不滿 而不是你已經要 已經要跟他打 打壞關係 而不是打 打壞關係 而對你一直破壞的關係 那我幫你頂持的 所以我要再告訴各位 你真正強大是什麼 真正強大的 不是因為 去嘗試改變 而是你自己 而是你自己 去結算別人的不同之處 那實際上 我們自己要 你這種觀念 像其不一樣 然後用一個 歌和諧的方式 是順從他 去理解他 去理解這個 或是我們理解他 為什麼有這種觀念的情況之下 他們兩個才能夠 就在兩半最小 我們整個關係 也會變得更冷的大 這樣你們在一起 去付一下欣賞 謝謝 現在講一個 在旁邊 所以我們都最後的總結 現在所有的兩部都沒有期 好 謝謝主席 所以可以方告訴我們 一直告訴我們 什麼長期也蠻短期蠻 其實這種兩部 兩種情況 其實我們都應該看 因為他就是一個野蠻扶 所以沒有衝突 所以往下 對方不要一直告訴我們 今天他其中一個 論證服從的方式 就是他避開 他今天離家住 他今天減少矛盾 因為他覺得 這樣是可以解決問題 就不講 我今天舉個例子 今天野蠻扶 他就是野蠻到 他覺得 OK今天今天 他的寶寶生病了 他覺得今天 應該要燒浮水 不要喝浮水喝 然後他才可以 痊癒起來 這種這種 對待 這種寶寶 這種野蠻的行徑的時候 你要選擇 肥彈 你要選擇距離家住 你要怎麼樣突然間 會讓這個活潑意識到 其實今天你給他 好重浮水 其實真的是會為他健康 他只能從這種 本來瘋了觀念 會突然間 因為你的離家住所 而突然間 意識到今天 他其實 領持著這種觀念 其實是錯的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國防才說 今天我們要選擇 大家想念的態度 想念的態度 並不是表示說 我們一定會跟他 去打結 一定會跟他去吵架 我們只是要跟他表達說 今天你好這個浮水 其實是錯的 你不可以 你好浮水其實 因為這個寶寶是不會去換裂 你真是要去看醫生 那個寶寶才會 生病病好 你要跟他講 你要表明這個態度 那個 那個婆婆 才會真正 意識到他 其實今天做的這些事情 其實是錯 然後他才會有 有可能去改變他的態度 對方一直告訴我們說 今天 他喜歡用這種服從的態度 是因為他要這個家庭的 可是平方呢 這種家庭的 其實是真正的家庭的 可是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你一旦去服從他 就不是講 這個婆婆一直去指控你 你覺得你真是鬼精 你覺得你真是可以 你公公為腿 你今天如果真是去服從他 ok 我就是公為腿 ok 我真是跟我公公為腿 這種的家庭和諧 只是表面的和諧吧 雖然你沒有真正的洗蟲 可是其實內心 自己 自己 自己洗蟲的內心 真是受到很嚴重的 這種尊嚴問題 真的是賽斯的自我問題 這種的表面的家庭和諧 就不是我方想要看掉 所以我們才要告訴大家說 我們要用強烈的孩子 因為我們真心把他當作家人 我們真心把婆婆當成是我們家人 他這種野蠻心情 我們不共同 因為我們要 我們把他當家人 就好像今天小孩子 學壞的時候 媽媽很用心去教爸爸 因為他是演過那個孩子變好 就要今天從那到來 他們在這個野蠻婆婆身上 我們把他當家人 我們才要查編好 謝謝 好 謝謝真華雙胖 感謝你們帶來非常精彩的電論 現在希望我們的主要會上品種頭熟能數量 在比一分之一小時間 讓我們有情侶選 為我們今天的電主貨品點力 請點是有點差勁 所以你能看到你用的法治罗体是对的 就是说冲撞或者强硬更容易带来某种差的一些问题 你只能到冲撞水光 避免冲撞複虫这个水光才能够好 但是问题是我们会发现它举出很多具体两难的遗子 例如固体里面要带它吃的时候浮水 然后北半里面这个流浪 这种具体的遗子 四点的行为 然后这种情况下你如何补充 这种礼物我们又举出一个里面的补充 反正还很简单 就是整个内场的自由 我们要对不对 然后你的生存会怎样呢 成了还是用管一个方式 那你没有出一部遗子的时候 只是说我们的避免问题 避免上的温柔的生存是很容易的 所以你要看到 一路遗子都是强识 然后给你一个队外满的方式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准备的是一些 看起来就会从那么大的一支 来判的 因为你的方式是什么 有识 这很奇怪 我知道你的这个 这个企图 我们现在来到了 魔力取闹的 就是你强硬和生存 鬼术 对不对 反正它都会被取闹 所以我们一定会谈的 它的温柔的情况是 很有事也难以是可以谈的 你目标说 为什么会这样发生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 你们在台湾上 这个温柔的温柔的温柔的温柔 上一台下一个温柔的温柔的温柔的温柔 它是可能是好心的 所以你喝 这样的温柔的温柔 这个时候 你强硬的话 你心里不会 这么应该顺从它说 你这个好地不熟了 但是我该要顺利 和温柔的温柔 这也是顺从法子 你看到 你没有顺从具体的温柔 所以我们发展上是这样的温柔 对不对 就要讲 就温柔的温柔 就跟他一只挂到那边温柔的温柔 你看到他没有讲出这种具体的时候 就会被对方夫妮金的去炸 所以如果进行这场队随时的地方 就知道 你一直以后 他要全色 我明白你的全色方式 如果你还有一种更加具体的 完整的 所以他这种很好 他就问你 这样的话 有时候也能有这样的 是 所以比方说 比如是呼应 是因为管练的 就是要同一步的障碍 所以这种才有强度的第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是可以进入的地方 这种方法 就准备到同一步 完整的前置 有什么技巧的方法 以上 我觉得大概有两个部分 也是两个阶段 一个部分是一些比较技巧的 我觉得实在讲的 加入上的设计 反方的设计 对于也蛮弱 这种是比较赤裸裸一点 就是直接觉得有所谓的 长期跟短期之分 而我觉得这件事情在 在对付环节的时候 我会接受这么一部分 就是在诚实不诚实 这边这个类比之上 我觉得因为反方夫妮金 这样我就觉得好 那就被消化掉了 反正反而觉得这个切斗 也是非常相信的 所以他要怎么回头 就接受 可是问题是 反方没有发现到 政法系的对也蛮弱 也做了一个设计 然后这个东西是 从他 为什么上位平手 会讲他的例子 感觉像用短期的巧思 他到二边的诺论的时候 其实就很清楚 为什么讲 在他的认识当中 也蛮弱的这件事情 他基本上 他不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 他会坚持一个错误的东西 事实上错误的东西 然后而且他不用认识 这样错误的东西 后来就被人挂念 或者是会再这样的痛情 你看 因为这个东西这样有过的话 那接下来 很多东西 就会比较难进去 就会在他的例子当中 他会努力于人 我觉得这是第一件事 反方被F滑走的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东西的话 就是对于 強硬的服从天使 同样的我觉得 反方用来很多很多很多 都会制造去表达不良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 在对面那一轮的 第一个长方就是 当博博要求食物 离职的时候 如果我们起来 一个选择是什么 我觉得反方太暧昧了 我至少不知道 我想要讲什么 而至少正方也有一个情绪的方面 所以我们会比较想 正方所讲的 強硬的服从的分别 就是他所做的限量区别 接受能不接受 整个错误的讯息 可是你看到 这时候就很妙了 他在取的这个东西 所谓的 我活到的媳妇 离开这场 他是不是一定有 所谓的对作 还是只是管理 的问题呢 很难的说 可以再挑战 但是我还是没有挑战 他就活了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在这两个 先提醒的东西上 没有想到 你这种想到的 这样就会有什么问题 还没有出 打到后来的位置 反方 你又越了你的强气 然后你的很多很多 媳妇 可是至少 不要用自己反方 是现在很起始的 就是怎样 反正 本来演完的时候 你就被公平啊 因为被免了 要关于居上 我认为 这个东西的传达 是情形 而正常 我觉得 在我这份 没有拍后方 的意思 因为到对面为止 你会先做的学习 是你去问他说 到底有这样 因为这演完 不管你要走呀 或者这样 能够解决问题 可是他的讲法 就是一直 要被免了 所以到底你觉得 被免了 跟居上 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还是 你觉得他会跟二八万奇 照你的分点 他都可以改善 但是很有挑战 我觉得这样也只是 轻轻而摸 还不下为 然后反正 你就在 Standing 的东西就是 你面对一点 如果我有强 印证我才能过去 让他改变 那这时候就是两样 不同的东西 明白嗎 让他改变 他进行实上可以是一个好处 可是 第一年两败俱上 甚至是过急 这样的假成员 炸成员也是一个好处 那这时候 应该要怎么做 选择 然后尤其到 反方结变的时候 他会进入圆架 然后他自信啊 就是这样 他如果想要免是圆 所以他非常微弱 可是幸好 因为正常在结变的时候 圆这个东西 因为他成员很微弱 你至少告诉他 所以我会说 第一件事情 通过抢一件事 能够保证他的玩意 而且是你 因为我也在没有抢一 没有改变 恶伯伯的这个 认识的情况下 所谓的 讲完事情 所谓的讲究所 其实是假的 所以我觉得至少有痛 到最后 比较像是另一 或者是要收到的价值 所以我会觉得 我可以告诉我 可以接受有时是在这样吧 可是其实要注意 就是在这边以前 我觉得在乱点的 有时上 是没有太明显的 因为你会莫在 要点 只是你的逻辑 如果你的逻辑会完整的话 一定不稳定 他还有例子 可是他那个 其实一直重复讲 他有载破 所以我觉得是正宝的 恩兵感 反方意大利亚 恩兵感 就是他前面 有多少个 其实一样子一样子 他可能就会被 對方欠走 丢死 好 我先说是 那你今天 正宝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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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正好 Jub喔 席露心 bersp ��用漂怯 上欉咨 那怎麼辦 這是真的假pass 你 ARVS 就是表面了 那我就大概隱藏在恩人当中 但你可以再 allocate routine 很多遜案就是有此而來 下ru 有受你死人署 所有给你帮同时全部封 這是你 在那裡下 Paris 自己在裹 OK 好 那怎麼辦?這就是真的假裝的事情 你剛剛姐妹的時候說這是表面的 然後就是在隱藏在恩人當中 那你可以再加進去 很多長案就是有此而發生的 有收一時冷不就有一幫同時全部人 這是你剛剛不是假裝的事情嗎? 自己在補 所以就是她的第一個遊戲完整下來 因為她直接把語言按摸和等同於是做錯了事情 所以那邊做了事情的時候 要不想解禁傷害機師之順 想應是最好的 因此我也把它放開 因為是這樣的奇緒的時候啊 那我現在就簡單點評一下 就公法我覺得有兩個可以說的 就是 順從啊我覺得反方同學就是 我覺得很多的例子 其實是可以底圖遮傷的 對方一定會問你 就是說當我無力取鬧的時候 你的順從是不是真的要答應這個事情 你答應這個持續的時候 你本來就沒跟你想到這個問題 可是你要在回答過程當中 對面的問題發過程當中 是沒有回答到出來的 那我覺得這次本來就沒跟對方 就比如說 他說欸 婆婆要你姿姿 那你怎麼順從 那你就說 那我就順從婆婆 可是我讓老公出來說 家裡錢不夠用 需要兩個人一起打回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這個順從就是 對母女說的家和外事情 就是你這裡就當好人 讓老公來當壞人 所以就是這種就是順從剛同時又圓的理念 為什麼順從要扮演順從抉擇 是因為對母婆來說 習慣感覺比較像是外人 所以外人更要拼花一些 這樣子才能夠放心更好 但是順從不代表著你會受委屈 因為不讓女生委屈 會有另外一個人的角色擔當 這樣僅使人家過程不完整下來 然後再一個鐘 放你 只會再提示 拜拜 那邊騎起來 下一場刀 對 我覺得你要回答 他說什麼 避開這東西 我超離家出口都不太強硬嗎 就是面對問題的時候 我離場出口都不太強硬嗎 對方沒有 我才會強硬告訴你 我的拒絕開咗 就是我覺得 你自己一直跟你沒有進行幾十回 那當場的人 你問了很久 那出來也在切 就是我覺得 練手也經常出現一個問題 就是對方說什麼就是什麼 就是認識了對方的邏輯 然後就在那邊進行拆戲啊 拆分 那你要進行做規罵這個工作 就想說 欸你要這樣強硬 所以你也認同不要接受 對不對 所以你要離家出口 是不是 小時候你離家出口的無法性感 你態度好 所以你真的要強硬 你解決 感謝評審們的評論 接下來請讓我為了 為大家解放太多 現在我的公布分數票 P中分數票 正方格65分 反方格46分 第二張分數票 正方格57分 反方格42分 第三張分數票 正方格75分 反方格65分 在分數票中 正方分場總分為197分 反方分場總分為153分 恭喜正方便手 黃彩虹獲射 這次我更宣布 這次我更宣布 雙方便手分場個人7分 正方黃彩虹總分得65.67分 而反方劉文雙總分得51分 接下來請雙方便手一步到評選後方 這次临張慎 謝謝